完全是心情分享 然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我们今天带大家一起那款SATA Toys书品的Flyfire 飞火 和之前介绍的来自同一家第三方的F15空袭一样 这款F4飞火也是测评昂版并不是大货来的 所以没有外包没有纸质品 而且玩具的关节呢 大家在展示的时候可以看到比大货应该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在剧形态下的飞火是F4鬼怪战斗机 这款战斗机可以说是越战的时候一战成名 或者是一战而名誉扫地 玩具方面呢配色很还原动画的一个样式 那么一体性方面呢虽然是样板摇晃起来 这个表现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尺寸方面呢比官方地级别的大 这不用说毕竟人家是瞄着MP级别做的 那么和MP1.0绿蜘蛛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两者尺寸相当 但整体飞机的表现力方面 确实啊这款MP1.0的红蜘蛛是很难找到对手的 最后是和同一家第三方出品的F15空袭做一个比照 这两个飞机呢比照起来我会更加喜欢F4鬼怪 看人家的机头多么的粗壮阳刚啊 不仅样子好看摸起来也特别的舒服 很圆润的一个手感啊 机头这个黑色的涂装反光效果也是很棒的 仔细来看机头的侧面有黑色的涂自 ZB01也是这款玩具的一个编号 但是个人对这样一个涂装的选择 还是觉得比较一般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那么座舱是可以打开的透明的一个设置 里面有一个座位红色的座位 想必飞行员一定是带绿色的帽子吧 那么两边的进气孔也是刻画出来 包括进气孔前侧和中心线贴近的那个装甲面板呢 现实F4鬼怪飞机应该也是有的 这点还原度做的还是很到位啊 上面来看呢 这个面板线是有但并不是特别的多 还有一些细小的图子啊 来展示机体的巨大 另外呢就是主机 包括垂直尾衣上的一些细节涂装了 这些应该是像G1老前辈进行制径的一些元素了 那么继续向后翻转呢 可以看到人家是一个双喷射引擎的飞机啊 所以动力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 底盘来看没有什么惊喜啊 挂了四枚飞弹 那么起落架的收纳呢 相对之前介绍的那款黑色的F15空袭要简单的多 特别这个前起落架一收就进去了 后面的起落架是向中间翻折 也是非常简单 变形方面呢 可以说这款ZETA TOYS的飞火比想象当中的要复杂一些 乍一看啊整体的结构和G1非常类似 但多了很多细节化的处理 首先呢这个机翼是让两边分开来 后面的垂直尾一连偶 喷射引擎背矿脏向前提 掰开两条腿啊 腾出空间 可以把它红色的面板向后收纳折叠 那么小腿和大腿进行拉伸这样一个处理呢 骑士和官方组合战争系列很多玩具 这个肌理啊是很近似的 膝盖这一块有一个锁定位 另外呢就趁着这个时候把它的脚板翻出来 红色的面板向下扣和白色小腿的装甲进行一个结合 主机翼呢你可以拔起来 或者是做一个双关节的折叠之后呢 贴在小腿的一侧 前面一样进向的变形之后 专注于上半身 机头后翻 引擎进气口折叠90度 之后呢再把整体的一个骨架 扣在脊椎的后面有一个锁定的位置 头雕旋转180度 提起来胸甲啊可以看到 手臂是藏在胸口内部的 手啊藏在胸里是胸显得更大一些 之后肋骨两侧的红色的面板和胸甲进行结合 而肩部的锁扣呢也是固定到位 头雕还原到正确的位置 肩部的双动关节搓上去 再把红色的面板打开来 又露出它的灰色小臂了 小臂的一段啊 另外一段呢 又翻出它的拳头 之后再把红色面板回归到位 向下拉一边的手臂就是扁心到位了 另外一侧是镜像的处理 哎 这人形啊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背后的背甲再整理一下 主要是把带有喷射引擎和垂直尾翼的这部分 和机头啊进行结合 又还原成一个小飞机 另外后面的两个水平尾翼呢 是折叠起来 好了到这儿飞火也就完成了 从战机到人形的变化 人形状态下的飞火 这个配色还是非常亮眼啊 包括脑袋后面的那个粗壮机头 依旧是特别的抓眼球 摇好起来一体性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 我相信这个是样板的一个问题啊 特别是大腿根部的关节 是比较松的一个状态 那么头雕方面呢 做的还是很传神的一个面罩脸 不说实在的 面罩脸是很难做崩的 那么整体头盔的形状呢 也和G1里面的形象是比较接近的了 蓝色的眼睛也是做出来了 胸口这块呢 有透明件的点缀 透明的胸罩是很多变形金刚 喜欢的一个设定了 肩部包括小臂 都是做的比较方正的一个形态了 那么手指呢 是完全可动的 腰身有一定的收腰效果啊 并不是特别明显 主要是背包在后面把这个效果挡住了 大小腿也是做的很饱满啊 并没有明显的空洞 银色的前脚掌和小腿之间的过渡 也算得上自然了 所以正面看起来呢 这个人形的美形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翻转到侧面 这个调整角度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发现啊 大腿根部的关节还是有点太松了 大货应该能好很多吧 那么小腿两边的这个主机啊 首先飞弹可以取下来 把机翼领根部的双动关节向前搓向后摆 包括翻一个90度脚 使它小腿两侧有更加嚣张的表现都是OK的 甚至你不喜欢这个机翼 把它拔掉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完全看个人喜好的一个选择了 弄的弄的大腿又开始向后歪了啊 提起手臂呢就可以看到内部这块处理的还是很不错啊 隐藏很到位 我们继续向后翻转呢 这个小飞机哎特别是两个 喷射引擎要向两边打开之后啊 是整体的一个层次感来的更强了 可动性头雕球形关节嘛 左右上下侧摆都是做的出来 手臂呢向前翻 平举呢是利用它的双动关节 所以这个角度的把握还是相当不错的 小臂的外摆内收两段关节 所以这个曲肘的范围来的也是相当的充分啊 而且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在不同的位点进行折叠 那么手指呢是完全单动的 这一点也好也不好啊 把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手指确实很细 握枪 哎这个紧实度啊 把手指还上去 看起来还是OK了 一般的把握OK 但是你不小心碰到它的话还是会脱落 所以希望大获的时候 能够加强手指握枪的一个紧实度 腰身自然的平转做得到 前部的裙甲翻起来之后呢 大腿根部往前踢 哎这个有点不举啊 外摆内收 另外呢 膝关节倒是很紧是齿轮关节嘛 脚板的接地性方面呢 就基本上就有前脚掌的一个可动调节范围了 后面是完全靠机体的一个形状进行支持的 人形是和MP2.0的小红做一个直接的比照 两者头部啊几乎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因为小红肩部两侧延伸的翅膀 是整体的尺寸啊 看起来要更大一些 因为这个侧屏量板呢 没有说明书 没有组合配件 所以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组合形态下的结合位点 和它肘部的一个关节了 那么肘部关节这一块特别强调一下 它这个翻转出来呢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个联动机关啊 是整个的手肘 即使在90度折叠的时候 还能有一个比较自然的过渡 接触了几款Zeta Toys的玩具 整体感觉是很巨大 很复古 没有透花哨的机关 更看重的是载具形态和组合效果 飞行太宝的单体人形比战车队似乎要好一些 但可动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平淡 期待最终合体的效果吧